大家好,上一课我们一起了解了数据库抽象层的这个概念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常用的数据库抽象层 好,下面我们开始 首先在PHP中数据库抽象层有很多 目前将为流行的有我们的PDO 还有我们的Adobe 来,我们记一下 好 好,我们重载了两者这两个 这两个是非常常用的 当然这个PDO就是更常用的 PDO它的这个全称叫做 这个PHPDataObject 那我们写一下 应该这里是Data 它是这个PHP数据对象的简称 我们在和PHP5.1这个版本一起发行的 目前知识的数据库比较多 例如我们这个Fiveboard FreeTDS Interface MyCircle MSCircle HoodBC 以及Org 还有Postgram 还有CircleLive 以及SynthPath Adobe 这几个 这几个他都是支持的 而我们这个Adobe 它的这个简称 它是叫做ActiveDataObject Database 我们这里写 我们也记一下 好吧 ActiveData Object Database 它目前支持的数据库系统 它这些也比较多 例如是Access Dio D2 Fiveboard FrontBase MSCircle 还有Interface MyCircle Otbc Org Postgram Aptb Cclad SynthPath 这两个 知识的数据库都比较多 那我们在大多数的系统里面用的 常用的还是我们这个PDO 对吧 来我们重点来介绍这个PDO 它的这个优点以及它的一些实力 好吧 好 PDO它有 它是一个使用C语言开发的这个数据库抽象层 当应用不同数据库的时候 可以通过PDO使用一致的函数来执行查询 和获取数据 PDO具有一些特点 第一个是简单 使用PDO可以轻松地与各种数据库交互 第二个是10套的运行时可扩展 PDO的扩展是模式化的 可在程序运行时为数据库后端加打驱动程序 而不必重新编译或者是重新安装整个PHP程序 好 我们的PDO是跟PH5 这个一起发行的 所以它使用PDO可以很方便的 使用PH5的这个新特性 并且PDO具有访问RDBMS的这个独特功能的能力 来我们举个例子 好 我们在这里写一个简单的连这个用PDO 连接我们这个MySQL数据库的这个例子 好吧 来首先我们指定我们的数据库系统是我们的这个MySQL 然后host我们就是LOGhost 好吧本地 我们这是一个实例吗对吧 UserName我们就入了 然后密码123456 这是我随便写的 然后我们看我们的DNS 那我们DNS首先是我们的数据库用的是哪一个是吧 然后再是我们这个host 我们指定我们的host 再是我们的数据库名 我们要指定一下 定名类 这里少一个 少一个 我直接写个db吧 db就是连我们这个test数据库 那我们在这里 这里要注意一下 对 我们这里是db 对吧 然后我们再连我们的数据库 我们用个try 它连不上的话 它就报错 对吧 好 好 我们到这里呢 我们现在连我们的这个new 一个pdo 传 然后里面传我们的这个dns dns user 我们的pass 那我们就说我连接成功了 列阶MySQL数据库成功 如果失败了 我们就 error 对吧 好 这就是getmessage 这是我们的测试代码 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个列阶MySQL数据库的这个错误信息打印出来 都ok 这样 像这样我们就 使用上了 而如果我们连不同的数据库 我们只要改这个 这个MySQL 这个表示连MySQL还是Orang之类的这个 就ok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个 其他的一个实例 我们这些实例代码 首先 我们在这个 代码中 这个是个配种一件 对吧 config.phg 是表示列武这个数据库的 以及它的这个 支付级 使去的设置 对吧 然后我们看 这个代码 这个db.php 它是 一个数据库 操作类的这个封装 当然 在这里 我们在每个系统里面 我们的数据的操作都是有一层封装的 对吧 我不管底层用的是 vdo也好 是我们这个dob也好 对吧 那我们首先有个构造函数 把这个参数初始化 然后紧接着打开我们的数据 数据 我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pdo 这是我从以前的一个项目里面 拷费过来的 所以没有改过来 但是 其实是一样的 这里面 我可以把这个据据换成pdo 就ok了 对吧 我们对数据的一个 打开 关闭 都是有一层封装的 然后呢 通过sircle语区 获取数据 我们也是有封装的 对吧 然后在整个项目中 我们就直接调用我们的这个 刚才下面我还有个实例 对吧 我们这个user表里面插入一条数据 这样的一个实例 好 这里我就不运行 我拿这个代码出来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任何项目中 我们的数据的操作 都会有一层封装 那这个封装里面 要用的是封装层 它是pdo 还说是直接是 像我不使用pdo 直接是用mycircle 这个列阶 这个函数 对吧 这个扩展的这个API 来操作 其实都是可以的 那建议 我们这里如果直接使用pdo的话 我们就 没有 那么复杂 我们不需要重新来改这个类了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个常用 项目中常用的这个一个封装类的 好 这一刻我们就讲到这里了